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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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Lisa 就是我美麗公房 和大家做DIY的時間 今天我們邀請到特別加特分Coco 和我們一起做DIY 我們其實很多朋友 家中有養狗的話 都會發現家中有一陣味 還有有時狗狗的豆 都會有些濕 其實我們今天會和大家做一個 薄狗狗用的 家中專用的 長臭和去塞的朋友 我們一起看看 今天用什麼材料來做 首先我們會用到 一個叫做 小梳打粉的一個材料 它是一個白色粉末狀 最主要是可以幫助辟味 第二樣東西我們會用到 一隻叫做月唇的材料 月唇其實是一些唇的酒精 待會可以幫助我們 溶解我們的精油 然後加入我們的噴霧 當然我們也不少 一定會用到一些 除臭匹味的精油 我們今次會用兩隻 第一隻是薄荷 第二隻是蓮凍草 然後我們還需要用到一些蒸餾水 大家要預備一個涼杯 裝上蒸餾水 除了這杯水之外 我們另外還要預備一些工具 就是預備多一個小涼杯 待會用來涼我們的酒精粉 然後我們也需要用一個電子磅 另外需要用一個攪拌棒 還有大家也要預備一個 可以有噴霧頭的瓶 裝上我們的製成品 好,我們現在開始做了 首先我們今次用到的蒸餾水 需要用90ml的分量 我們可以用一個涼杯 先量好90ml的蒸餾水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放上 我們的電子磅 然後把重量調到0 然後我們便會量這個小梳打粉 今次會用6g的分量 我們可以用一個匙巾 直接把它放在剛才那杯水裡 然後把它攪拌均勻 大家會看到水變了有點模糊 但是一會兒 當它溶完之後便會變回清了 然後我們可把蒸餾水 好 我可以準備好我們的蒸餾油 我們再用一個小涼杯 先把月唇再放下去 我們今次會用到10ml的分量 這個月唇本身有一個膠質 我們可以先把它拔開 方便一點倒出來 然後把精油滴進剛才這杯月唇 由於精油不能直接溶在水裡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月唇去稀釋 首先薄荷精油會放五滴 另外檸檬草精油也是放五滴的 檸檬草是一種很好的驅蟲和脆臭的精油 很適合家裏的清潔用 然後我們將這一杯的精油攪拌 然後倒入我們這杯水裡 然後將全部材料攪拌 現在大家看到也是有一點點 足足的白色 但放一段時間後等它完全溶完 就會變回後面 然後我們可以將這一杯的材料 倒進我們預備好的膠瓶裡 我們在每次用之前 首先把材料搖一搖 搖一搖 這個噴霧我們除了可以用在狗狗的洞 或者在廁所附近的地方 其實如果家裏有蟲或者有蟑螂 我們也可以用來驅蟲 使用的時候只需要搖一搖 和將它噴在你需要噴的地方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做這個家裏用的噴霧劑已經完成了 如果大家想賣床 要回家試試做的話 可以去我們的網址訂購 另外我們也會把這次製作的文章 放上網給大家參考 希望大家回家也試試做 來吧